人必须在急流中想到我的下一步 不要再下坡才想到下一步 所以50岁开始去规划我未来的30年 是有足够的本钱 在这个日渐高龄化的社会 该为自己做多少准备 才不浪费接下来的黄金人生 敬请锁定公事演讲厅 让50岁后身心更健康 感谢观看